大家好,先喝一杯,罗少 好,大家很久不见 很久不见,罗少 今天在深圳的州制酒店享用咖啡 罗少在北京昨天匆匆忙忙来这里开会 大蟹岛,我也在这里住在晚州制酒店 这里是全深圳最美的罗少 今天不是说说政治 虽然肥佬黎今天判了12个月监 你知不知?两条罪,两条罪是规划集会 后来还有一招跟着 但我们不讲那些坏东西,我们讲好东西 什么叫好东西呢? 原来罗少的真正身份 不是两岸四地的保调委员会主席那么简单 原来他在环保里面作出一个非常巨大的贡献 有一个惊天地一鬼神的产品 是可以推动我们祖国在环保方面出了分力的罗少 是 你这个科技搞了十几年了 是的 你可不可以简单和大家浅白一点 不要说那么深 不是听不明白 好的 你和大家介绍一下 你最近在搞什么呢? 我在搞清洁能源的科技研发工作 清洁能源科技研发工作 首先我们是配合国家的政策 推动创新科技的产业 澳门在处在一个经济转型的阶段 我们认为我们从事了这么久的环保科技 应该在澳门可以有我们的发展空间 澳门不是倒业的吗? 现在倒业很厉害的吗? 因为加拿大的倒业很多老板 因为疫情的问题已经回家了 我们觉得这个空间让我们作为新的产业 来填补也应该是一个时机 即是食国家的政策 没错 你这一个产品 刚才我和你谈了整个小时 我大概就了解是什么 但是你可不可以简白一点 和我们的观众说一下 你打算怎样推动这个产品 令到它普及化 令到人们认知它是什么 首先你这一件是什么 现在罗绍有个团队后面有很多教授和博士 在北京发明了这一件 接着你拿着这一件 这是什么 这个属于金属烈解祭兴的添加祭兴 先说明 现在咖啡店是装塘的 不是这一件 现在只是一个比喻 你继续 当我们俗称石头 石头是用废料 废金属形成出来的 这个是有专利的 所以我不可以说那个品名 我们製了一个石头出来 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 它放进去之后 这个设备里面是有一个蒸汽的蒸发之后 生产一个新的出来的就是新的 这个我已经在澳门的新闻媒体出了街 大家都眼见为实看到 我今天想通过华记 将我们这个正能量的声音发出去 给社会认识到澳门有一个这样的工作 澳门的社会可以希望有这方面的发展 这一块是什么来的呢 简单来说它叫金属石 我们叫做Metal Stone 叫做MS 我当这一块叫MS 罗兆在北京有个团队 很多教授和博士 研究了这一块是可以有什么功效的呢 因为现今来说 譬如我驾车 由这个山西那里经过很多的煤矿场 他们有一些叫煤矿发电 罗兆就说 原来这个MS 就可以令到一些的窩露 它的那个产能就可以提升 和将那个 譬如说气体的排放 例如我们用一个浅白的表达 譬如我们驾油驾车 欧盟3、欧盟4、欧盟5 一些排放的标准 它会令到那个符合到排放的标准 没错 所以你现在发明了这件事 具体的用法是什么呢 不要说那么深 你讲浅白点 我们这个产品 是主要用在窩露的燃烧里面 将我们这个氢 和原来燃烧的物资 一起燃烧的时候 会减低排放的污染 基本达到国家标准 这个是有数据可以证实 而且成本将会比现在用的产品 成本都要低 不会贵的 由一是坚然密尾 一是成本低 二是达到排放标准 这个就是我们推出这个产品 有一个这样的价值 OK 在我们YouTube上的朋友 你千万不要以为 罗兆和我现在是在卖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是普通人买不起的 没错 这些国家买一百多亿亿 所以我们不是推销东西 大家不要搞错 据我的理解 和罗兆聊了几个小时 如果我们用一个煤炭的 发电的窩炉去比较 你放了这些东西 就可以提升产能 我们用淺白点 如果你入油 我们国家有9295、98 我和罗兆一人駕駛 我们都駕入98油 这辆车应该发挥效果最好 但是罗兆又发明了滋液的添加剂 测到油缸之后 它的车就会威力厉强些 省油些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可以 说回你这件事 我们这件事叫做高效低成本 即是省市高效 而且在环保方面有贡献 你未来在澳门会搞这个产业 对象是什么 我们现在 一门事业 首先你有没有市场 有没有这个技术 即是有没有这个市场 有没有这个技术 现在你有这个技术 你的市场在哪里 你的对象是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清洁能源 科技 目前是国家推动的一个大策略 这个我们制轻 轻其实是国家推了十几年 就是说你的成本很贵 因为轻的储存 成本和运输成本 是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 我这个技术 其实就是不存在这两个问题 就是把石头 把柴皮搬到你的窝炉旁 你用多少轻 我就即时通过这个石头的蒸汽 演化出来 能够达到你的用途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 就是作为目前国家 在清洁能源和环保科技 我们绝对是一个有一个发展空间 那你的对象是什么 热瓦炉 核电厂 不是核电 核电就是用电的 因为我经常想到 东京核电厂 这期不是说一些核水倒去大海 没错 现在我们整个地球的产业 都是以环保为原则 没错 所以你这些东西 它可以达至高效 而又环保 没错 基本上你的对象就是一些 发电厂 没错 像做那些陶瓷 连钢连铁 凡是需要涉烧的 都可以用我们这一种设备 和我们这个轻 和原来的燃烧燃料一起去烧 比如我们有些公自铁 或者路轨 你基本上要把一个很高的温度 融了它 然后倒过 没有出来 这个东西就适合那些瓦炉了 是不是这样意思 没错 除了你说的发电厂 瓦炉 还有什么产业 对的 对的 目前来说我们现在设计 技术的对象 就是先减 对象是减低大型污染的工业用施 以后我们会研发一种高顺的技术 这个技术是可以做医疗的 做到5条9个轻轻 就能够作为食用热轻 可以制成水 制成药 对身体有很好的资料 刚才我和你的对话 你和我说 譬如正常来说 在煤的燃烧的产能只有7万卡 不是 7千大卡 7千大卡 我们叫做热值 热值是7千大卡 氢一般是达到3万大卡以上 加了你这个东西下去 就可以提升几倍了 我们这个东西本身制定就是出来的氢 氢就是3万大卡 超过的 我们等于你用煤去烧一个瓦炉 要烧到热打皮炎 是要3个钟头 我这个氢进去 一个钟头就达到他们的效果 除了排放降低之外 还可以节能减轻我们的成本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发展前景的过程 你在北京有个团队 在澳门有个团队 你在斗门也有个实验室 因为我这个设备是刚刚10月份 我说是2020年的10月份 我才拿到一个新产许可证 有了一个生产许可证 等于我这个产品才能够给政府认可 我们可以去推 如果你的旧东西在香港 我想香港的科技园 他都会拨一个资源给你去做研发 委托你做全权代表 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我过不了它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在澳门或者你在国内 都应该会受到很多这些补贴和资助 应该这样说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都好 首先我们不是去期望政府如何保持我们 我们是调转来 我想用这个产业 提升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 要付钱政府 这是我们做事的一个心态 即是你现在这个前期研发 已经投放了好几个七位数字 过来这一谈事 总之我在澳门电视台公开说 我这十几年来 我买了两家屋去做事 没有拿过澳门政府 任何的科技资助 你在澳门买了两家屋 就全靠澳门这几年 楼价升了十几倍 那两家屋都不得了 总之我做事就是一点 为了社会我们不惜代价 不顾后果 做了对社会有益的事 这个就是我做任何原则 现在去到重点 你明天有一宗惊天大祭作 在澳门电台 没错 看电视看到你了 是的 因为未出街之前 我们都希望低调一点 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应该在18号 我将整套片通过我们华记 在我们整个国内外 国际那里我会打开 甚至希望配上英文 但是明天电视有得看 是 配上英文出来说 明天在哪个台 澳门哪个台 澳门电视 澳门奥亚卫视 澳门只有一个电视台 澳门只有一个电视台 有四个电视台 不过香港 香港也只有一个 是的 但是奥亚卫视 比较好就是落地 多少点 六点半 明天 四月十七号 六点半 澳亚卫视 你就会看到 罗兆这个发明 可能有些朋友都不知道 现在你和我说什么 如果不知道 就留意我们的片尾 我就会放在罗兆 两分钟 在我们的片尾 就会再提醒 刚才你说的东西 有图有相 有一个专访 在我们这个片尾 两分钟 预祝你 马到功成 多谢 都期望香港的市场 靠华记 OK 谢谢 大家 通过十多年的努力 目前已经研发成功 一个名为 金属裂解催化水蒸气的 制氢技术 这个专利项目 现已落户澳门 该技术攻克了 储存成本贵 和运输安全两大难题 为氢能源发展注入新技术 将极大解决污染排放问题 这个制氢的设备 分成三部分 首先 是由这个自来水 进入这个 氢气发生器 它形成的蒸气 通过管道 会进入我们的主机 我们的燃烧主机 最重要是 买了我们的专利产品 叫做金属裂解催化剂 而这个金属裂解催化剂 可以在我们的主机里面 和我们的蒸气 形成了一个新的气体 通过管道出来 就可以直接燃烧 而且 含兴的纯度 是达690%以上 所以是直接燃烧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火 那个热度是多少 这个呢 这个 这个燃烧值 是超过3万大卡以上的 而且呢 是属于一个 没有排放的 轻的燃料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目前国家推动的 清洁燃料的重点技术 罗赵说道 由于国家将会在近期制定 新的碳中和排放指标政策 这个至今设备能更好的落实 配合这个政策的推动 也将促进澳门新兴产业的发展 并通过澳门国际平台将技术推向国际化 我做一个90后的澳门年轻人 很高兴能够参与澳门阿塔拉美再生能源研发中心 和国家科技部主管的各级研究院 共同研发的制兴项目 希望这个清洁能源项目 能够营造一个新的产业链 为澳门多年来提出经济色度多元化 增加一股新的力量 更期待的就是 将这个项目通过澳门复射全球 澳亚卫视何尚华 曾见澳门采访报导